又到了逆行专题的时候了 今天要讲的就是 火星在我们的心盘中 向来象征行动力 破坏力 爆发力 或野心等等 所以当你的本命盘 火星逆行 就代表你没有野心 没有爆发力 做事不积极吗 就是这样的 本命心盘的火星逆行 不代表你无欲无求 没有企图心哦 只是换一种方法 来追求火星的东西 很多人以为 火星逆行的人好脾气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就算骂人也不犀利 看似温和 说话温温的 外表也温温的 其实他们才没有 外表那么的好欺负呢 火逆人会反击 而且不是正面的反击哦 而是用更迂回的方法 把你弄死 比如写一篇 很幽默的文章去骂人 或者是 有带风向的能量 火逆人做事速度 其实是比一般人慢的 常让人觉得有拖延症 或者是 你怎么看起来不着急 尤其是一些 应该要反击 或者是应该要 当场反应的事 火星逆行的人 看起来还是很理性 因为 火逆人在用 自己的节奏做事情啊 当外面的世界 总是冲啊冲啊的时候 火逆人就像平行时空 慢慢往前走 定速的 因为火逆人有自己的目标 很怕当那个第一个 冲出去 然后也是死得最快的那一个 所以越危机的时候 火逆人就是 越临为不乱的那一个 这样的特质 使得火逆人 相当的有续航力 不会一下子 就把能量用光 火星逆行人的野心呢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为了达成目标 他们可以十年磨一剑 慢慢练功 所以他们的野心 最后显得比谁都大 而且通常都是 准备好了 虽然看不出积极的痕迹 可是也不是别人眼中 一名惊人的天才 他们是 后座力惊人的低才 真的都是靠努力的哟 不过火逆人 脾气引而不发这件事 不是天生就有 通常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暴冲过 或者是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 而且说不定 比谁都暴冲哦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总觉得 一冲动就吃亏 因为偶尔冲动 冲突就会找上他 而且通常是蛮严重的哦 激进灭顶哦 所以成年之后 火逆人的目标就是 能不冲突就不冲突 火逆人知道 直球对决的球 最后总是会K到自己 火星当然我们都知道 它在我们的星盘当中 代表情欲的部分 很多人就会问嘛 那火逆是否有性的障碍 当然不是 火顺是火能量直接燃烧 所以火逆就会比较像摇烤 火顺呢就是瞬间点燃 看起来好像很旺 但不一定很旺哦 因为瞬间点燃 是不是有可能烤焦呢 由于火能量的迂回 所以他们有可能遇到 想性而不能性的幸苦 或者是在性方面 曾经我说过了 遭受过苦难等等 就有某种黑暗的力量 这黑暗力量就好像反向的拔河 会牵绊住他们 可是相对的也会让他们在克服的过程中 默默地变得力大无成 因此这些黑暗的力量 有时候反而让火逆人成为比谁都更优秀的人哦 现在天上的火星如果逆行 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哦 因为它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了火逆人 原本很冲动一股脑想做的事情 请慢下来 或之前冲动的决定 现在可能要承受它的苦果 那我们不但去反省反思 也要找到这些事发生的意义 然后为下一阶段火星顺行之后做准备 现在就是难得的调整期哦 老师是不是本命星牌有逆行的地方 就是它未来最有成就的地方 如果你用铁橱磨成绣花针的概念来想 是这样子的 因为那个逆行星肯定是经常琢磨的 因为比如说水星逆行 如果你经常折反跑 那你对那个路线一定很熟啊 那路线很熟的这件事 总有一定会派上用场 所以逆行的好处 通常是受苦受难换来的 那其他人也不是没有受苦受难 但也许其他人不在乎 他会去不断创造新的情境给自己 他也不见得会卡在那个地方 然后那个顺行的心 也不见得会制造那么多麻烦给他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